常連放在博物館收藏的泰雅老物件 帶回當代泰雅族人的生活中 這是油罵達魯老師早在民國86年就有的想法 經過20年努力終於圓夢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跟野童工方 22號舉辦工作展示成果展發表會 分享籌劃到執行過程 還播放策展影音紀錄 我們裡面24件的物件 有一半以上不記得名字 所以我動員了那麼多的人力 我還是沒有辦法挽回 所以我會希望就是 如果有博物館 有更多我們部落的人 我們自己的族人 原住民的族人 只要你想要 你有 你還有老人家 可以恢復這些記憶 你快一點 我們太慢了 能夠把這樣的一個展覽帶到部落 其實主要的很簡單 就是說一個是能不能換取老人家的記憶 一個是讓年輕的 不管是年輕的學子或者是小朋友 讓他從小就對自己的文物 對自己的文化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跟野童工方今年初合作他方的記憶 泰雅女性之婚嫁與日常特展 將博物館典藏泰雅族古老織品以及相關用具帶到野童工方展出 認為是一大突破 也期待有更多的部落一同參與 我相信可以給很多部落帶來很多的刺激 而且他們重新對於自己文化翻新之後 然後再看看怎麼樣從傳統裡面找出創新的元素 我覺得我們不希望這個物件是一個 就是一個死死的這樣子 只是供人家看的東西 透過這次工作展尤馬達魯老師表示 工作展結束後才是原住民族人和人類學共作的開始 工作展覽研究完後仍然還有原住民事務工作 還需要再共同努力 記者們拉斯比亞台北市採訪報導